今天我们来挑战 只用看到的第一件 白色武器获胜吧 对 没错 就是这一堆垃圾 如果是你的话 你想要哪一件武器呢 唉 不知道我们第一眼 会看到哪一件白色武器 堡里之夜 马上就要迎来新赛季了 对于你们每周 只能玩三个小时的游戏 我是深表同情啊 放心 我会及时给大家带来 新赛季的更新内容的 然后为了摆脱 挑选武器的嫌疑 我们就从房顶往下扒吧 我是希望拿到一把盆子的 因为可以打近战呀 嗯 什么情况 一把武器都没有 这是掉我们胃口呀 这栋房子一件武器都没有 咱们找武器的过程 快进一下吧 咱们就不剪辑了 省得你们说我挑武器 终于找到白色武器了 冲锋枪 感觉还可以啊 近战远程都能打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不假的吧 不如我们下次来个 不加学挑战 嗯 不错 听 有人下来了 应该是个玩家 嘿嘿 我先下手围墙了 围假 但是我也不敢冲啊 围锁围锁 哇 紫色连盘 感觉我要来了 嘿嘿 对不起来兄弟 装备还不错呢 可惜我们不能剪啊 只能用白色垃圾冲锋枪 我们还得多找点子弹 冲锋枪消耗子弹太快了 嗯 我还听到有人上来了 对 是在上楼梯了 必须打开个措手不及 越来越近了 给你个惊喜 Hello Mother 不 亲爱的小老弟你好啊 我们这个位置很有优势啊 挡住了他大部分子弹 这下你完了 拜拜 这位兄弟的装备 和钢铛的老弟差不多呢 还怎么掉下去了 咱们就不剪了 直接补给一下 继续出发 这边有枪绳 在这里 这不会是个人机吧 只有一把小手枪 你也来挑战的吗 现在圈儿已经很小了 还剩16个人 看我发现了什么 寄生兽 要给我戴帽子了 幸亏不是绿手部 寄生之后 我们就获得了超能力 跑得更快了 跳得更高了 我们还得找点弹药啊 先进圈儿再找吧 我刚才看到下面有个人 咱们先去干掉他吧 嗯 什么情况 我刚下来就瞄准我 哦 原来不是瞄的我啊 我们两个擦肩而过 他不想理我 那我也赶紧溜了 直接跳台溜溜球了 不会飞不上去吧 还好 我听到前面有人打架 看看能不能浑水摸鱼 好像还挺激烈的嘛 就在正前方了 打完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啊 哇 这么多的好东西 可惜我们都不能拿呀 终于到决赛圈了 还有六个人 前面有枪神很近 好像还是个狙击枪 我们去制高点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 滑水摸鱼的机会 哇 不是吧 这兄弟不戴耳机的吗 直接秒 这位兄弟是真的耿直 我在后面发生那么大的声音 他就是不回头看一下 有辆车 咱们要不扫一下 哎呦 被发现了 草丛里有人 不过这么远的距离 我好像打不到啊 这冲锋箱不行啊 先观察一下 要不我们扫射一下试试 这一枪都没打到 咱们先等等吧 他后面去人了 咱们就在这里 做出鱼翁之力吧 可以打个辅助 浑水摸鱼 还打到两枪 已经结束战斗了 就剩你了吧 哦 居然连甲都没有 那我直接冲了 贝贝 我来了 不用找我 我来找你了 看你往哪跑 没看到我 还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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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 哎哎哎 这这这 这么怂的吗 一枪没打到啊 追 走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在这里 还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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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怂了吧兄弟 啊这 打一枪就死了 我这运气太好了吧 那么本期挑战也就成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一定要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个赛季再见了 拜拜 一定要点赞关注 我们下冷际期待 下 disclaimer